第291章 诡异妖蛇 咦?突然一声惊呼传入耳朵,林轩一正,随即就毫不迟疑地飞了过去。 这是刚才那座小山的背后,叶青城站在前面的空地上,仿佛受了什么刺激似的,脸带惊疑之责。 叶兄,怎么了? 柳家的两人和田小剑也都寻了过来,见了这般情形,柳君豪心中一惊,连忙开口相寻。 你看! 这时候叶青城顾不得与对方不和,伸手向前一指,脸上带着一丝古怪之色。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坚硬的山壁上有一个直进杖许的大洞。 洞口的附近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不少碎石,而碎石旁边还有不少破败的阵盘阵棋。 五人不由面面相续,柳君豪犹豫了一下,迈步上前,将一杆赤红色的阵棋捡了起来。 这上面还残留有灵器,刚被破掉不久。 难道还有人手中有藏宝图,在我们之前杰族先登了? 叶青城眉头一皱,雨带森然的道。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个灵矿在上古时期完全可能是几个势力所共有。 那么,就有可能留下多份藏宝图。 想到这一点,众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怎么办? 柳妍一边说一边望着旁边的家主,她实力虽然不弱,但遇见事情向来都是由大哥拿主意的。 没想到还有人也会来寻宝。 不过我们既然到了这里,没有道理将宝物拱手相让。 叶青城脸上闪过一缕凶光,阴阴的道。 叶青说的没错,宝物有利者居之,管他是何方神圣。 刘某都要会一会这些高人,说不定是些住机器的小辈。 如果我们掉头就走,岂不是惹人耻笑? 柳君豪也赞同的道。 林轩和田小健没有接口,他俩知道,柳君豪这话乃是自我安慰。 但一两人胆大包天的性格,本来就没有丝毫退走的打算。 当初仅仅仅是住机器的修为,就敢去天目山闹他个天翻地覆。 凑不齐炼制法宝的材料也属正常。 这林轩虽然是叶家人,但一直在外漂泊,与一般的散修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没有法宝知识也算是合情合理。 当然,作为林轩而言,这么做也有自己的考虑。 生性谨慎的他,凡事都喜欢留一点后手。 当然,这一番作为不一定骗得过知道自己身份的叶清诚。 但只要让柳家两人与田小健对自己生一些轻视之心,这目的也就算达成了。 说起田小健这小子更绝,连灵器也没寄出,仅仅是使用了一张防御的符,然后顶了一个盾,就向前走了。 也不知道究竟是该算一高人胆吧,还是有点傻。 林轩嘴角露出一丝稽巢,然后就将神识放出。 以他此时的修为,神识就算是覆盖方圆十几里,也轻而易举。 可仅仅离开申州几十丈,感觉就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这让林轩是脸色骤变。 咦? 柳军豪也轻呼了起来。 这周围有些古怪,神识竟然不能及远。 嗯,但这也证明我们没有找错地方,大家小心一点。 叶青城同样发现此地与外界的不同之处。 叶兄之言有理。 柳军豪点点头,言语之间已经没有了什么敌意。 不管两家在外面的关系如何,此时此刻却不得不同舟共济。 这些老狐狸老奸巨华,却会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这个山洞微微向下倾斜,换句话说,他们此刻正逐渐深入地底。 走了大约百丈的距离,前方突然豁然开朗,还出现了一些光亮。 咦,这是? 叶青城又发出了一声嘀呼,不过语气却包含惊喜。 后面几人听了,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步伐。 之间大厅,不对,正确地说是一个巨坑出现在了面前,深达数十丈。 整个坑的面积更是由上杖建方,宽阔一极。 尤其惹眼的是在这巨坑的底部,东一棵细一棵的散落着无数金石,虽然无法估计具体的数目,但至少不小五六万之多。 发了! 除了林轩和田小剑以外,其他三人的脸上无不露出狂喜已极的神色。 虽然藏宝图上标示出来的种种珍贵材料尚未找到,但就凭这些金石,死刑已然不虚。 叶青城身形一幻化为一道红光,当下跳了下去,柳家的两人也是立刻跟傻。 林轩则动作稍缓,眼底露出一丝失望。 当然,这么多的金石摆在眼前,说不动心自然是骗人的,不过自己此行的目的乃是幽名喊铁。 想必田小剑此颗心境也与自己差不多。 略意愁愁,林轩也飞了下去。 寻宝还要继续,但愿此洞穴只有一条出路,那些珍贵的材料不要被杰族仙灯的家伙抢跑。 林轩刚刚飞到半空,又有一声惊呼传入耳朵。 不过与刚才的喜悦不同,此刻里面包含了惊口。 林轩不由暗暗皱眉,这位业大修士好歹也是一家之主,怎么遇见事情一惊一乍的。 虽然心中如是想,但林轩还是迅速地向他靠拢,同时心中暗暗猜测,难道遇见敌人了? 叶兄,怎么了? 柳军豪也寻落过来,虽然手里还抱着几块金石往怀里揣,堂堂一个大家族的家主,此刻却满面贪婪。 柳兄,你看,叶青城吞了口唾沫。 林轩也是大感好奇,能够让一位宁丹妻修士如此失态,想必是非同寻常的东西。 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林轩也不由眉头微挑,只见一头长约十几丈的巨大蟒蛇,光是身子就比黄筒还粗,此时正扒在一堆金石的面前昂首吐心地望着他们。 假若仅是虫蛇,在座的都是修真者,对方身体就算再巨大十倍也不放在眼里,可这头蛇身上却隐隐有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 三级中品妖手,论实力,足以匹敌宁丹中期的修真者。 叶兄,这,难道是古矿藏的灵兽吗? 刘军豪两眼发直地开口。 不,这古灵矿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而眼前的妖兽不过活了七八千岁罢了。 叶青城摇了摇头,除了炼丹术,对于各种灵兽的书籍他也涉猎了不少。 你是说这蛇是外来的,可以前的洞口明明有上古的尽致。 柳军豪半信半疑,总不至于眼前的蛇妖将那古镇攻破吧。 诶,大哥,你看那是什么? 叶青城尚未回答,身材魁梧的柳妍突然开口了。 只见在巨蛇的身下还压着一具尸体,刚才大家都忽略了过去。 那人年纪已老,身穿道袍,虽然死了,却双眼睁圆,脸上又带着惊恐的表情。 是天明道人,听说此人虽然只有助击中期的修为,对于阵法一道却很擅长。 难道,破除古尽制的他,可又为什么会葬身妖蛇之口? 叶青城不解得道。 话音未落,那巨蟒突然动了,众人大惊之下,各自祭出法宝灵器互助身体,却没有谁先进攻。 巨蟒抬起小屋般大的舌头,看了几个修士一眼,突然一层黑光包裹住他的身体,在光芒中,巨蟒迅速缩小,并逐渐幻化出一个人的轮廓来。 包括林轩和田小剑在内,无不目瞪口袋,这怎么可能? 妖兽画人,这得四级妖兽,那种化形器的怪物才可以啊。 而四级妖兽,论实力已经相当于圆英器的高手,难道这巨蟒也会隐藏实力? 其实是四级的怪物。 第二百九十二章,画形 在五人震惊甚至是惊恐的目光之中,巨蟒身体周围的黑光渐渐隐去,出现了一身穿黑衣,面目阴森的男子。 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浓重妖气,正是刚才的怪物无疑。 不过林轩却已经冷静了下去,用神石一扫,心中更是有了点。 大家不用惊慌,这家伙也就是三级妖兽而已。 三级妖兽?可他为什么能够变换人形? 柳妖向来以勇猛著称,不过此刻面对眼前的怪物,心中也有点发怵。 表弟所言不错,据叶某所知,虽然按照常理要四级妖兽才能变化人形,不过在妖兽的种群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存在,刚达三级以后就能化形了。 叶青城手停止了颤抖,脸上重新恢复了从容之色。 林轩看了他一眼倒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小小的一个家主知识倒也是如此丰富。 不过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通常这种妖兽比同阶的怪物要强上那么几分。 林轩口气凛然地提醒,众人心中一惊,盯着眼前的妖羞,目光闪烁不定。 哼,没想到你一个人类,竟对我们妖族的事情如此之根之底。 那巨蟒所画的怪物,用阴森的目光打亮了林轩一眼,有些意外地开口了。 众人倒也并不感到诧异,此妖既然能够化身人形,那么必定已经灵智大开。 柳君豪眼睛一转,抱全道。 请问道友尊信大名,外面的上古尽致,可是阁下所迫。 道友? 那妖羞脸上是一丝激巢之色。 阁下何必如此虚伪? 你们人类与我们妖族向来势不两立,何来有意之说? 不错,这竟只正是莫某所迫。 道友信莫? 对方的讽刺让柳君豪脸上一红,不过转瞬就恢复了长色,依然故作不闻的,以道友称呼。 对于他的言行,林轩不以为然,难道这厚脸皮的家伙还奢望于妖蛇化敌为友? 那妖羞脸也是咧了咧嘴角,吐出分叉和腥红的舌头,但想了想,还是冷淡地回应了。 本人莫芒,这天明道人是你所杀的。 叶青城突然开口,阁下认识这牛鼻子老道? 哦,不错,他正是死于莫某的獠牙,避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份藏宝图,无奈洞口的上古禁制太过神妙。 听说这牛鼻子老道对于阵法颇有研究,于是便邀请他一起寻宝。 莫芒怪笑着道, 破除禁制以后你就向他杀了。 叶青城的脸色有些阴沉。 当然,难道还留下于莫某分享宝物? 何况人类灭杀妖族,妖族反噬人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莫芒毫不忌讳地凝笑起来,坦诚的态度倒是让几个修士一呆。 林轩叹了一口气,说已经悄悄地摸向了妖间的储物袋, 其他几人对视一眼,洞穴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除了柳妖在场的哪一个不是心机深沉之辈? 眼前的形势显然已经不能善了。 那莫芒见了眼中凶光一闪,张开口吐出一团黑光。 那黑光在天空中一阵扭曲之后,化为树柄蛇形的宝剑,呼啸着向几人杀了过去。 柳君豪脸上闪过一缕阴霾,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与妖蛇化敌为有的打算。 之所以好言结交,不过是想要降低对方的警惕,然后再出其不意地灭杀而已。 可叶星成这两句话一说,却让妖秀警惕之心大起,坏了自己的好事。 想到这里,他不由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叶家的家主。 眼见一柄蛇形短剑已经刹到眼前,只能无奈地从头顶着小刀是一点纸,那法宝同样化为一缕乌芒与蛇形短剑缠斗起来。 叶星成和柳妍的情况也差不多,两人同样是法宝起初,将妖秀的招数挡下。 说起这妖秀与人类修真者自然是大不相同,他们的寿命要长得多,但修炼却更加艰难。 比如说,眼前的这个莫芒,作为三阶中品妖兽,不过相当于宁丹气的修真者,可却活了七八千年之久,而人类即便是元英气的老怪物,寿元已不过千年左右。 经过这漫长岁月的魔力,妖兽的身体可以是真正经过了千锤百裂。 所以,妖兽即使到了化形期,也很少修炼法宝,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妖体就是最好的武器。 便是那蛇形的短剑,也完全是由妖力化成并非什么宝物。 剑其一柄向自己飞了过来,林轩神石洞畜,碧雪环已经赢了上去。 碰!两者刚已接触碧雪环的灵光,立刻大解,林轩心中暗叫不好。 没想到这妖力所化的短剑精如此厉害,能与他硬碰硬,只有法宝。 林轩连忙双手挥动,急到法爵打出,操纵碧雪环和短剑游斗,一时之间虽然处于下风,但也不至于落败。 虽然林轩还有诸多手段,但他可没有强出头的打算,目光又飘向一边的田小剑。 这小子,伪装成筑机器的修真者,自然就更不方便动手了,满面惊恐地躲在柳岩的背后。 柳岩则连连怪猴,祭出一柄数丈长的开山巨斧,将此宝五成一团荧光,显得威猛异常。 一人独斗两柄短剑,依然游刃有余,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得瑟。 二弟,小心! 突然,一声低吼传入耳里,柳岩是一惊,脸上露出些许茫然之色。 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身前数尺处的空气是一阵扭曲。 那妖羞不知何时,竟然移动到了这里。 伸出右手,指掌间包裹着一层幽蓝的光芒,狠狠地插下。 艳丽的血花虽然柳岩的身体周围也顶着一层白色的护罩,然而此刻,却有如纸糊一般被轻易地撕破。 妖兽的爪子深深地刺入到他的身体,柳岩的脸上游带着不幸的深色。 好歹他也是宁丹气的修正者,而且身具击重不错神通。 没想到,居然莫名其妙地就挂在了这里。 二弟! 刘君豪的声音充满着痛惜,隐隐还有一丝恐惧。 二弟一死柳家实力可要跌落一大截。 他心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然而面对着诡异的妖蛇,他居然不敢上前动手。 第二百九十三章 一波三折 其他几个人自然也是大吃一惊,各色光芒狂闪,大家将各自的护罩打开。 凌轩也是同样的动作,身体周围清光亮极,表面上看是凌厉护盾,然而威力却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除了九天凌顿以外,凌轩还为自己施加了几个提升速度与敏捷的发掘。 虽然对自己的实力信心十足,但眼前的怪物似乎只有着令人不能小视的神通。 虽然刚才的攻击有点取巧,但毕竟是顺杀了一位宁丹琪的高手。 叶清成和柳君豪对视一眼,各自挪开了两步,并肩站在一起。 此刻面对强敌,有什么恩怨都要暂时放下。 柳君豪出手了,袖袍一扶七八颗火球脱手而出。 然而那些火球并没有向着妖羞杀去,而是融合在一起,随着晦涩难懂的咒语,幻化出一身长树杖双头三角的古怪巨鸟。 这是什么法术? 林轩眼中闪过一缕异则,不过看声势也是颇为不凡。 去! 柳君豪一指点,怪鸟展翅长鸣,向着妖羞就杀了过去。 而叶清成的脸色凝重已急,深深呼吸冲着身前的飞叉是喷出一口精气。 那飞叉立刻迎风变大,狂涨起来。 片刻后,已变成一十几丈长的恐怖巨叉,呼啸着飞了过去。 雕虫小技? 莫莽的双眼已经变成了妖异的红色,双手交叠,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法术。 衣服猛然炸开,而他身体表面再长出了无数漆黑如墨的鳞片。 浑身黑芒大放,化为一道惊鸿,毫不畏惧地迎上了飞叉与怪鸟。 林轩叹了一口气,自然不好意思不出手,也将碧血环祭出,在一旁游斗。 林军豪的眼中闪过一缕失望,原本作为敌对家族,他自然希望林轩的实力越弱也好。 可如今面对要求这个大敌,林轩帮不上忙,却让他心中不爽。 叶清诚则有些意外,别人不清楚,他可是知道林轩的身份,堂堂林药山少主,难道真的连一件法宝也没有吗? 按理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不应该藏拙呀。 心中满腹疑惑,可却又不好开口。 天空中各色光芒交织,在三位宁丹七高手的围攻之下,莫莽毫无畏惧。 不过,兄弟也被压了下来,想要故技重施。 用那诡异之极的速度伤人,然而目睹了柳颜陨落的经过林轩等人自然不会再中招了, 总能及时加强攻势,将逼了回去,一时间战局陷入了僵持。 鸡斗中,莫莽怪叫一声张开口,一道墨绿色的水箭喷射而出。 小心,有毒! 柳君豪一边提醒,一边身形厚飘,林轩同样退后,避其锋芒。 然而那墨绿色的体液仿佛有生命一样,在半空中转了个弯,居然又向着林轩追了过来。 林轩眼中立芒一闪,看来这要求是存了个个击破的心理。 以为三人中自己最弱,想要先将自己灭杀,一片打破平衡制造取胜的机遇。 可惜找错人了,林轩一招手将碧雪环收了回来,然后双手各掐剑绝,在虚空中一点。 一团灵气从他身上冲天而起,化为一棉盾牌挡在了他的身前。 咦?莫莽略略感到有些意外,猴中发出了一阵古怪的丝鸣。 那水剑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一条齿许长头上升脚的猙獰小蛇。 一扭身子,绕过盾牌,继续向林轩扑咬。 鸡! 随着林轩的咒语,那盾牌一闪之下,化为黄色巨手,向着小蛇抓落。 林军豪看得眼都直了,他没想到林轩没有法宝,倒数却如此精妙。 小蛇被怪手一把握紧,然而却不甘心地张开口,一道光柱喷射而出。 砰的一下击打在林轩身前的护照上面。 莫莽大喜,一般的防护尽致在自己秘书面前有如纸壶,然而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青色的光照微微一颤,就将光柱弹开。 林轩嘴角露出一丝激草。 进入宁丹期以后,九天玄宫渐渐显出了神奇的笑勇。 就算是法宝的一击,这九天林顿也能挡下。 更别说区区的光柱了。 那光柱被弹开以后击打在了旁边的石壁之上。 虽然所剩的微能已经不多了,但碎石依然轰隆隆地往下落。 然而众人却没有关注这里,反而重新陷入了对峙。 林轩在储物带上一拍,正欲重新将壁血环系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传入耳朵。 接着,整个大地也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怎么回事,地震了。 包括呢,要求在内的所有人皆满是精力。 林轩的眉头上微微皱起,那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无数紫色的雾气从附近的墙壁中飞射出来, 与此同时,附近的一些山石也开始光运流转。 不好! 柳军豪那老狐狸反应最快,脸色一变,毫不迟疑地化为一道寻光, 想要从这里飞射出去。 然而金群飞了数十丈高, 头顶上就出现了一巨大无比的护照, 竟然将出口堵死了。 柳军豪一挥手,发出几道顽口粗的光柱, 却有如皮肤焊大树, 略感焦躁地他在储物袋上一拍将法宝寄了出来。 鬼头刀化为流星狠狠地击撞而杀, 也仅仅是让护照晃了几话。 刘道友不用试了, 这护照坚固无比, 就算是我们几个合力, 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将其破取, 还是留点法力应付下面的危机。 林轩叹了口气淡淡地开口了, 然后又转过头看着那夭羞, 我们暂时休战如何? 好的, 莫莽看了一眼深周诡异雾气, 也是点了点头。 表弟,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青城飞了过来, 脸上带着一丝忧色。 没什么, 可能是我们不小心触动上骨的尽致了。 林轩一边说一边放出神石, 观察周围的雾气。 然而神石依然是不能极远, 碰见雾气就被反弹回来。 林轩脸上倒没什么意外之色, 对于此行的艰难,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毕竟幽名寒铁这种东西几乎已经是逆天的东西, 哪有可能轻易就得到了? 先是夭羞, 如今又被上古禁止困住, 看来正是传说中的好事多谋。 林轩的嘴角边露出一丝稽嘲之色。 第294章 上古尽致。 那紫色的雾气翻涌得越加剧烈了, 里面还隐隐地传出轰隆隆的雷鸣巨响。 林轩将灵力运到双目之上, 神石既然不能极远, 那不妨试一试零眼术的神通。 有了法力的加持, 势力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虽然依旧无法穿透紫雾, 但至少深周十余丈的景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少醒林轩脸上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而就在这时一声霹雳传入耳朵。 不好,快躲。 紫光耀眼, 一道闭粗的闪电从那紫色雾气中凝聚成形, 狠狠地劈刺下来。 手汤齐冲的是田小剑。 当此命寻一线之际, 这位极恶魔尊的弟子也顾不得再隐藏实力。 浑身黑芒一闪, 惊人的煞气顿时向着四周弥散。 肩头微斗之下, 从他的袖中飞出一道白光, 显形以后却是一面用人骨炼制而成的盾牌。 伴随着四周的鬼物, 有说不尽的诡异之感。 轰! 闪电劈了上去那白骨盾牌颤抖不已, 然而却顽强地挡住了。 叶青城是又惊又怒狠狠地瞪了一眼柳家的家主, 这杏田的小子功法如此诡异, 分明是修魔者无疑。 柳君豪这老狐狸居然骗自己是他的外侄, 柳家什么时候与魔修勾结在了一起? 然而现在不是质问的时候, 刚才静静时攻击的开始。 随着雾气翻涌, 无数的闪电接二连三地批死下来。 少主, 怎么办? 叶青城来到林轩身边, 事态紧急, 他已忘了要隐瞒林轩身份之事, 好在其他人也被闪电批得手忙脚乱, 无人注意到这一点。 林轩没有回答, 这答案还需要说吗? 想要脱险, 自然是要将眼前的上骨尽致破去才可以。 然而道理简单真要做却十分艰难, 在修真百亿之中, 阵法尤其今生博大, 眼前这个更是上骨密法, 林轩可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其实何止是他? 田小剑身为极恶魔尊的传人, 剑多识广, 可看着眼前翻腾不已的紫雾, 也是两眼发愣。 那妖羞莫莽从嘴里吐出一道血光, 没入雾气之中。 只听啵的一声, 紫雾被击穿了一个大洞, 莫莽喜上眉梢, 可还不等他有下一步的动作, 附近的雾气迅速弥漫过来, 将洞补上, 滋拉之声联响三道紫色闪电, 犹如魔蛇一样击到了他身前。 莫莽眼中立芒一闪, 一层黑色的护罩将他包裹起来, 然而在紫色闪电的惊人威力之下, 很快灰飞烟灭。 一声惨呼之声, 也幸亏莫莽本身是妖族, 身体坚韧到惊人的地步, 虽然被打得浑身直冒黑烟, 小命也不过去了一半。 几个人类修饰见了是大惊失色, 再也不敢莽撞的胡乱攻击。 由于出口已经被一层坚韧的护罩封堵, 他们无处可逃。 好在这个废坑宽广已急, 故而有几个人还能寻光躲避闪电的攻击。 可现在这个形势对于法力和精神都消耗极大, 如果不能破解阵法, 陨落, 那也是迟早的事。 此时似乎不能够再藏着了, 林轩看了周围的私人一眼。 柳君豪与叶青城虽然老奸俱华, 但到底不过是两个家族的首脑而已。 无论功法还是宝物都威力有限, 加上了蛇妖的前车之剑, 此刻他们别说破阵, 光是躲避紫色闪电的攻击就已经狼狈不堪。 而那莫莽在吃了一次苦头之后, 对于这上古旗阵显然也是满含畏惧, 空碑一身诡异妖法也仅仅是能够自保罢了。 田小剑道士与众不同, 毕竟是魔道第一任的亲传弟子, 身上宝物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可惜对于阵法这位吉摩少主同样是一窍不通, 只能使经浑身解暑乱哄一通。 看那声势, 已经足以灭掉宁丹中期的修真者, 可惜这样的阵法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林轩脸上闪过一缕阴霾, 求人不如求己。 略意沉吟之后, 他双手食指与拇指紧扣不停地变换发觉, 体内的灵力如同主肺的开水一样拼命地翻腾了起来, 然后林轩抬起头将神石放出。 碰到紫雾以后依然被一层奇怪的东西挡住, 不过在林轩凌厉一催之后, 却迫境而入。 林轩心中一喜, 此刻他使用的是九天玄宫中的所宰秘书。 此法能够在短时间内将神石提高一倍, 当然事后免不了元气大损, 但此刻林轩也顾不得。 说起来对这上古阵法同样是一窍不通, 但想要破除至少是先要将此阵的情形弄清楚, 否则光使用蛮力也是很有难处。 期间几道紫色闪电袭来都被九天林顿挡下, 少请林轩收回神石面沉似水的抬起手来, 痴痴声响中几道剑气击射而出, 分别将紫雾击出了几个碗口粗的大洞。 与其他几人的胡乱攻击不同, 这几个洞被打出来以后, 旁边的紫雾是一阵翻涌, 不仅没有将缺口堵上, 反而向旁边退了不少。 林轩脸上一洗, 看来自己果然赌对了。 刚才林轩用秘术将神石提升以后, 顺利破镜而入, 他发现在紫雾的背后, 模模糊糊地隐藏着几团黑色的事物, 林轩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却突发奇想, 假如能够将他们打破, 这说起来林轩也没有什么把握, 但事已至此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结果剑气一去, 紫雾果然退了不少, 林轩食指连弹, 一道又一道的剑气法术继续破镜而入。 紫雾顿时如潮水般退去, 闪电的强度也减弱了一倍有余, 林轩继续努力。 大约一炷香以后, 原本已几乎沾满了整个坑的紫雾, 只剩下了数丈方圆而已。 其他几人也停了下来, 两位家主不用说, 便是要修莫莽也诧异地看了林轩一眼。 这小子刚才与自己交过手, 实力并不如何, 和他却能够轻易地破除这上古尽致, 难道也是阵法师? 田小剑则一眼不发, 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了林轩两眼,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不管如何, 这威力无比的上古阵法总算是破去了, 眼看那残存的一点紫雾也要被林轩的法术剿灭,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变突击。 第二百九十五章 雕像 荒的一下, 那已经所剩不多的子物, 又死灰复燃地大涨了不少, 原本只有脸盆大小, 然而现在却一下子扩大到了树杖方圆, 并且急速旋转了起来。 林轩的眉宇间浮现出一层阴霾, 但却虽惊不乱, 体内法力流转, 从指尖击射出来的剑气又强了三分, 只听扑斥一声, 这次剑气却是如泥牛入海, 那子物的旋转是越来越快, 不消半盏茶的功夫, 就已经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眼前。 这是什么? 林轩脑海中刚刚转过这个念头, 在那漩涡之中就飞射出一片迷雾, 迅速已急地向林轩包住, 同时一股可怕的距离将他往漩涡中拉扯。 林轩如今实力不弱, 已经是宁丹气高阶修真者, 可在这股俱力之下, 仅仅坚持了数秒, 就被吸进去了。 少主! 叶清成大惊失色。 然而以他的修备根本就来不及援手, 柳军豪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喜色, 而田小剑则表情淡然, 看不出心中在想些什么。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上古尽致的神庙让几人大大震撼, 林轩已经完了, 自己又该怎么办? 就在三人各怀鬼胎的时候, 那妖羞莫芒却突然有了出人意料的动作, 浑身黑芒一闪, 画我一道寻光自己撞进了那血涡之中。 夜流两个老狐狸是一呆, 田小剑的眼睛则亮了起来, 看着那不断缩小的漩涡, 眼底隐隐有些挣扎之色。 难道作为急魔洞少主, 他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 略意愁愁, 同样化为黑色的寻光飞向漩涡。 可惜晚了, 那漩涡已经缩小到仅有一个还晚的大小, 田小剑脸上力气浮现, 肩头一抖, 无数鬼物狂涌而出, 化为两只巨大的鬼爪, 分别抓住漩涡的边缘, 用力向两边一掰。 只听呲啦一声, 漩涡被硬生生地扩大到脸盆那么大小。 田小剑大喜之下, 毫不犹豫地没入到其中。 数秒后, 漩涡消失, 锯坑又恢复了瓶颈, 头顶的护照也搜得一下撤去了。 叶星成的脸色阴晶不定此刻, 他就只剩下和柳军豪两人。 两个家主对视一眼, 他们的反应虽然不及田小剑, 但对于刚才那古怪之极的漩涡, 隐隐也猜到了一点, 脸上不由地露出懊恼之极的神色。 不过目光一转, 看着躺在地上的数万斤石, 眼中又流露出一丝贪婪。 柳兄, 看来这次寻宝之旅, 咱俩是要空手而归了呀。 叶兄说的是哪里话? 你的那位表弟不是进入到漩涡之中吗? 而且我看他的手段是颇为不凡呢。 柳军豪冷哼一声, 说到表弟两个字更是故意加重了语气, 讥讽之意显露无疑。 哈哈哈哈, 彼此彼此, 你那外职虽然晚了一步, 但不也跟进去了吗? 叶青城针锋相对的讽刺。 到了此时此刻, 两个老狐狸自然心中清楚, 林轩和田小剑肯定是对方请来的帮手无疑了。 又唇枪舌剑了几句, 两人都属于脸皮极厚的那种, 难分胜负。 柳军豪一声轻咳。 好了, 叶兄, 呈口舌之力没有用处, 这次寻宝之力虽然夭折, 但好在这里金石还有很多, 我们贫分如何? 好, 就以柳兄所言了。 叶青城考虑了一下, 也微笑点头, 毕竟两人实力半斤八两, 想要独吞都有不小的难度。 两个老狐狸握手言和, 柳军豪正欲说些什么, 却张口结舌, 脸露恐惧之色。 柳兄, 怎么了? 叶青城一愣, 愕然回头, 手却在锄带上一拍, 同时人也如强弓所发的箭尸, 猛然导射出去。 只见他前方的一块巨石, 被对方的鬼头刀击成了粉末, 而那火红色的飞叉, 也同样向着对手杀了过去。 卑鄙, 无耻! 两个老狐狸同声大骂, 虽然已经撕破脸皮, 自然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全力驱使法宝, 向对方杀去。 从一开始, 两人就没有与对方握手言和的想法。 一来自然是贪婉驱使杀了对方, 就能独吞宝藏, 二来则是两个家族恩怨缠绵, 叶家和柳家虽然没有深仇大恨, 可却为叶青山地区的霸权争斗了数百年。 对方不仅是敌对家族的首领, 同时也是顶梁柱, 如果在这里将他杀了, 那么对于本家族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仅有这两个理由, 但却已经足够了, 叶青城和柳君豪双眼血红, 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 再说林轩, 被吸入了漩涡里边, 虽然心中一惊, 但却并不慌乱, 体内法力流转, 已将九天玄珠祭祀了起来, 随即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 然而什么也没有出现, 仅仅感觉浑身一清,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然后天旋地转。 这感觉, 林轩心中一动, 阴影猜到了一点。 很快, 那些不适的感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轩放出神识, 开始在周围搜索。 果然不出所料, 那紫色的漩涡并非上古尽致, 而是类似于一种传颂阵的东西。 此刻, 他身在一巨大的岩洞之中, 刚才那个巨坑已经面积十分惊人了, 然而此刻洞穴还要再打上一圈。 林轩自然是先查看有没有危险, 结果神识返回来的信息让他脸上古怪的表情一现。 初一看, 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然而在这洞穴之中, 居然有许多石头的雕像。 原本这并不算什么珍惜之物, 以林轩的城府更不会大惊小怪, 可这些雕像着实有些。 林轩迈步向前, 来到一尊雕像的前面。 高大约有两米, 粗一看似乎是以相貌威武的大汉, 可他不仅额头上有第三只眼睛, 头顶上还有半尺长的独角。 妖族, 而且至少是四级化形器的怪物。 林轩的瞳孔微微收缩, 而在左前方的另一尊雕像, 则是以美丽女修的模样。 可引人注意的是, 在他背后同样生有一对翅膀。 除了他们里面还有不少化形器的妖族, 可如果仅仅是这样, 林轩不会吃惊成这副模样。 真正让他感到不能理解的是, 里面同样有不少人类修饰的雕像。 虽然仅仅是雕像, 可一个个看上去气宇不凡的样子, 林轩猜到这些家伙恐怕也是猿鹰气的老怪了。 如此之类的雕像居然有十七尊之多, 林轩站在原地陷入了沉默。 这真的仅仅是一个废矿吗? 为什么人类和妖族的雕像会共存在一起, 此地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第二百九十六章 仙旷 林轩思虑伴想却毫无头绪, 正欲将此事抛开, 以平静的话语却传了过来。 道友可是感到很惊奇, 人类与我们妖族的雕像为何会在一起? 你果然跟来了, 林轩转过身淡淡地看了眼前的妖羞一眼, 脸上毫无惊讶之意。 你早就发现了默默, 蛇妖悚然动容。 废话, 你以为能逃得过在下的身世吗? 只是我没想到你会主动犯险, 自己进入漩涡里边。 难道你早就知道那是谷传送证了? 林轩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 反而另行反问一句。 道友果然不是普通的宁丹妻修士。 不错, 莫莫确实想知道这里的秘密, 怎么样, 你有没有和我合作的兴趣? 合作? 林轩瞇了瞇眼, 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这里的宝物光凭我或者是道友都很难顺利取得, 假如我俩联手的话, 机会则是很大。 莫莽的眼中闪过一丝脚筷之意, 声音则充满着诱惑的说。 啊, 这也不就是上古的一座废矿而已, 门口还有刚才的鞠坑之中, 我们已经连连破除了两道禁制, 难道里面还危险重重? 林轩有些不幸地开口了。 道友有问题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的出言试探? 阁下虽然年轻, 但既然是宁丹气修饰, 想必见识也是不凡。 来到此地难道还真以为这是一普通的上古废矿而已? 哈哈, 是林某矫情了, 那道友就先说说这眼前的雕像是怎么一回事吧? 如果真有联手的必要, 在下自然会和道友通力合作。 林轩虽然没有直接回答, 但莫莽已经是大喜过望, 满脸兴奋的道。 此地确实是远古时期的一座矿藏, 然而却并非普通的灵矿, 而是传说中的仙矿。 仙矿? 林轩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一丝惊讶之责, 他博览群书对于这仙矿之名自然是听闻过不少传说。 能够在前面加一个仙子, 足可见此矿非同小可。 里面出产的炼气材料不仅要种类繁多, 而且每一种都要不同凡响。 除了需要有几种逆天级材料以外, 其他的也都是要非同小可之物。 传说即使是在上古时期, 发现的仙矿也不过寥寥几处而已, 至于现在, 则更加是凤毛麟角。 除了千年前正道三巨头联手发现的一座矿藏, 勉强能够称之为仙矿以外,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第二座。 据说就是那次发现, 还差点让同气连之上万年的三派反目为仇, 为了矿场的归属大大出手。 只不过那时候碧云山的实力并没有这么强大, 三派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故而在经历了一番摩擦与扯皮之后, 还是控制住了动手的冲动, 转而将此矿由三方共管, 里面所出产的宝物也是平等瓜分, 这才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 虽说修真界向来是例子当头, 但三巨头上万年的盟约也并非一点耕机也没有, 差点就为一座矿藏翻脸, 可足简这鲜矿的价值是多么不可思议了。 见林轩露出动容之色, 莫忙是一喜, 连忙趁热打铁地继续诱火。 这鲜矿历史距今已有百万年之久, 据说有我们妖族的几位前辈和人类的几位元英其修士共同发现的。 共同发现? 林轩一愣, 随即冷笑起来。 道友这话有些不俊不实, 据林某所知, 我们人类与你们妖族虽然不能说势不两立, 但关系也好不到哪去, 见面不大打出手就算不错, 什么时候还能够联手合作? 哈哈哈哈, 阁下不必惊疑, 只是莫某表述有误而已。 那蛇妖也并不生气, 微笑着开口解释, 不是共同发现, 而是同时发现。 同时发现? 是的, 我们妖族八位进入化形期的高手与你们人类既有位元英其修士, 几乎同时找到了这仙框, 然后便大打出手。 哦?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即使境界相同, 古修士的神通与法宝的威力, 也比现在更胜上一筹, 而那些进入化形期的妖兽更是非同小可, 想必这场大战必是天地之变色, 精彩纷尘。 心中如此想着, 林轩还是问了一句, 最后结果如何? 结果? 这十几位前辈火并了数月之久后, 化敌为友。 化敌为友?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在下也知道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了。 莫莽苦笑着开口, 这些前程往事, 我也是从藏宝图上获知。 藏宝图? 林轩沉吟着没有开口, 记得夜留两家家主将御统寄出, 那幅完整的藏宝图的左下角, 可有上万言的古怪文字。 林轩是一个不识, 难道记述的就是这么回事? 你接着往下说, 林轩不置可否淡淡地开口。 其实那些古修士与我们妖族的前辈, 也并非真的就想握手言和, 只不过双方的神童法力太接近了, 这样打下去谁也占不了便宜, 反倒是同归于尽的可能性要多些。 这样讲还有几分道理, 林轩摸了摸下巴, 表示认同了这个说法。 双方互相忌惮, 于是约好了共同分享这仙矿中的宝物, 但道友也知道所谓矿葬矿葬, 自然要开采了才能得到。 而且与普通的林矿不同, 这些林矿啊, 宝物虽然要珍贵得多, 但开采难度却也更大, 好时日久啊。 这些前辈握手言和以后, 就开始分工协作, 以期能够尽快开采出里面珍贵的宝物。 嗯,接着说。 林轩点了点头, 脸上的兴趣越加的浓厚。 世间没有不斗风的墙, 此地发现鲜矿的消息不进而走, 其他各大势力自然也加入了抢夺, 最新占据此处的前辈自然不肯吐出盗嘴的肥肉, 几番大战以后, 终于将强敌击退。 林轩并无诧异的表情, 即使在上古时期, 九位元英妻修士和八位化形妻的妖族合在一起, 那绝对是令人敬畏的势力。 他们联手, 能够在强敌环士的情况下保住鲜矿,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第二百九十七章 千年同经 原本这十几位前辈人妖殊途, 和解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然而在各大势力抢夺仙矿的战斗中, 却真的前贤进去生出了友谊, 最后更结败了金兰兄弟。 什么? 林轩一惊不过随即也就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别说远古时期, 就算是现在, 也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虽说人类身为万物之长, 天生看不起妖族, 但那八位可是进入了化形期的怪物。 所谓化形顾名思义, 妖兽们不仅能够自由变化成人身, 实力强横而且灵智大开。 简单地说, 这样的妖怪已经不下于人类的存在。 而那些原英七老怪物活了几百年, 在这一届已经算是顶尖的存在。 做事情更不会受什么世俗眼光的束缚, 做事情想来凭自己的喜好了。 如果他们于化形期的妖族一结金蓝, 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雕像, 而且人妖混杂, 看起来那么怪异了。 如果是鲜矿的话, 里面宝物之多绝对远胜一般的古修士洞服, 危险重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林轩点点头, 既如此, 我与道友合作就是。 莫莽大喜, 欣然道, 道友绝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那么就让咱俩通力合作, 所得的宝物评分如何? 甚好。 一人一腰, 鸡掌为室, 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神态也是显得亲热至极。 仿佛在这一瞬间, 两人就变成了斩鸡头, 烧黄纸的兄弟。 只不过, 里面究竟有几分诚意, 恐怕只有当事人心中才知了。 事不宜迟, 林轩就让我们一起动身寻宝吧。 好的。 林轩点点头, 随即装出不经意的道。 对了莫兄, 小弟还有一事求教。 贤弟请讲。 除了我俩, 是否还有人进入那紫色漩涡? 林轩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盯着对方的双眸。 莫莽略意躊躇, 原本他并不打算讲实话,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在林轩那看似温和的目光下, 竟感到无法撒谎呀。 心中一领, 真有些邪门。 好在此事倒也不算什么重要情报, 所以他略意犹豫之后, 便决定如实回答。 有的, 那两个老家伙并没有私胆量, 不过那年纪轻轻, 曾经隐瞒修为的小子, 却紧随我之后进入了紫色漩涡。 田小剑。 林轩心中一领, 虽然已经隐约猜到了这点, 但还是皱了皱眉, 这位极魔洞的少主, 果然是有胆有色的人物。 怎么? 林轩在担心那小子, 放心他已经不足为惧。 哦? 林轩脸色平静地转过头来, 看不出喜怒, 淡淡地开口了。 愿闻其详。 那小子胆色虽然不错, 但想要进入漩涡的时候, 却已经晚了一步。 无奈之下, 他只能使用秘法, 详细将已经缩小的漩涡口称大, 可这样一来, 古传送阵已经被破坏了, 根本就不可能传送到这里。 莫莽的嘴角露出一丝激潮, 有些幸灾乐祸的道。 哦? 那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这在下也不知道。 莫莽挠了挠头, 或许被传送到万里之遥, 也有可能被送到危险重重的地方。 总之是九死一生。 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人品了, 是无法与我们强保的。 说到这里, 莫莽开始得意的大笑。 林轩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假如真是如此, 自然是再好不过。 虽然林轩并不怕天小剑, 如果两人斗法却十足有把握胜他, 但那小子有极恶魔尊做后台, 如无必要, 林轩并不想与他翻脸。 而蛇妖的估计并没有错, 与此同时, 在距离青叶山数万里之遥的母地。 天小剑, 脸色阴寒地, 站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或许是破坏了传送阵法的缘故, 他居然被传到了幽州极北之地。 这里距离青叶山太远, 即使马上回去也多半来不及, 好不容易发现了幽冥寒铁的消息, 居然功亏一篑。 可恶啊! 田小剑仰天怒, 尖锐的笑声如同海潮怒涛般地远远传开。 一阵轰隆隆地巨像传来, 却是不远处的一座雪山被他震得轰然坍塌, 宁丹琪修饰的实力可见一斑呐。 然而田小剑的瞳孔却骤然放大, 浮无双至祸不单行, 难道自己今天真是点背, 不应该出门? 看着那三只寻貌丑陋的怪鸟向自己飞了过来, 田小剑的表情是阴寒到了极点。 此鸟浑身没有毛, 长着蝙蝠一样的翅膀, 一盏足有三四丈长。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尖嘴居然由一米来长, 嘴壳的边缘形如巨齿, 还生着不少道次, 从形貌上看就凶恶一极。 尸鸟鸟 自胸琴不仅是三级妖手, 而且向来残忍凶猛著称, 一般的宁丹琪修是遇见了无不褪比, 没想到自己却在这极北之地遇见这么多。 刨已经是来不及了, 尸鸟鸟中的猎物向来是不死不休。 田小剑眼中立芒闪过, 尖头一抖, 无数鬼物涌出, 将他身体包裹, 同时在储物袋上一拍, 一面用白骨链制成的盾牌 和一柄蓝萌萌的飞剑被他同时系了起来。 虽然还没有本命法宝, 但极恶魔尊却赐予了他数件古堡。 尸鸟毫无巨色, 张开口吐出一缕缕绿色的阴火。 田小剑冷哼一声, 尖头一摇, 从黑云中立刻分出无数脸盆大小的鬼物。 然后那些鬼物扭曲变形, 很快, 无数形如狮虎, 却背生双翅的怪鸟在天空中成形, 怒吼着向尸鸟鸟扑去。 各色灵光穿空, 大地开始震动。 而当田小剑于凶擒杀的天昏地暗的时候, 林轩和那莫莽也开始了寻宝。 穿过岩洞以后, 两人进入到一条狭长的通道。 在两边的墙壁上, 也刻有不少古怪的符文。 林轩皱眉打亮了几眼, 既像是上古时期的文字, 也有可能是布下尽致所用的东西。 林轩放出神石, 这里并没有阻挡之物, 整个通道一览无遗, 长约有千米, 高却不足两丈, 最多容两人并行通过而已。 真的只有这一条路了吗? 林轩苦笑着回头, 整个通道怎么看都不像是没有花样啊? 确实只有这一条。 妖羞莫莽的脸色并不好看, 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个玉筒, 道友看看就知道了。 林轩将法力运到右手上, 包裹在一层清光之中, 接过对方的玉筒。 对于林轩这些小心明显是不相信自己的举动, 莫莫莽没有丝毫不满地表示, 两人虽然击掌为师, 但有几分诚意, 只有自己清楚。 假如林轩真将自己视作心腹, 那才真是奇了怪了, 将神石注入。 一幅地图映入脑海中, 上面用红线标着一些道路, 林轩很快找到了两人所在的位置, 确实没有别的路线可走。 至于对方是否有作为, 林轩倒并不担心, 他曾经在柳叶两个老家伙中看到过同样的地图, 虽然由于颇为复杂, 不敢说能够原样汇出, 但对方没有改动, 作假还是认得出来的。 何况此次寻宝危险重重, 凭着莫莽的修为确实利有不殆, 对方就算是要翻脸, 应该也是找到宝物以后。 当然,林轩也留有一手。 趁着莫莽放出神石打量通道的时候, 林轩悄悄地从楚戴中取出了一个空白玉筒, 将藏宝图复制其中。 两人在通道口愁愁了一会儿, 还是笔尖走入了里边。 之所以笔尖, 自然是两人谁都不肯走在前面, 故而默契地选择了这一点。 为了以防万一, 林轩先将九天灵盾开启, 莫莽一声轻贺, 浑身也被黑色的灵片裹满了。 未知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威胁。 既然得知仙旷的主人是一群猿鹰漆的修士, 以及划刑期的妖族, 林轩自然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了。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 速度既然不敢过快, 但也不愿意在这未知的险地耽搁。 同样神识全力放出, 灵力也在筋脉中不停流转, 只要一旦遇见危险, 就可以以最坏的速度施展法术。 咦? 林轩停下了脚步, 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物, 这东西越有拳头大小, 从表面上看到有些像世俗界的金子, 不过上面却被一层灰给遮住了, 看来躺在这里也有些时日了。 千年同经, 林轩一下子就认出了手里的东西。 说起此物在修真界可是大名鼎鼎, 如果仅仅是炼制一般微能的法宝, 千年同经可以说是运用最普遍的材料。 很多中等势力的宁丹七修士穷十年之工, 找遍穷山恶水, 也不一定能凑齐手中这么一大块。 大仿式中的拍卖会偶尔倒是会出现, 但就这么一点, 至少价值近万斤十。 足够刚刚宁丹七修士倾家荡产了, 然而此刻却如此随意地被扔在地上。 不过林轩倒也并不是如何惊奇, 要知道这里是鲜矿啊。 相对于里面其他逆天材料而言, 同经已经算作是很不起眼的东西。 林轩不动声色地将其装入到储物袋。 莫芒眼中力芒一闪, 抿了抿嘴唇却也没有说什么。 虽然有点眼红, 但他绝对不会为一点小小的铜精与林轩交恶。 两人继续向前, 走了约有七八步, 又一块铜精映入眼帘, 林轩弯腰拾起, 然而却毫无喜意, 反而眉头微皱,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第298章 法宝材料 林轩,怎么了? 莫芒见林轩发呆, 表情不由凝重起来。 你自己看吧。 林轩叹了一口气, 将铜筋泡到他手里。 这个动作让莫芒愣了一下, 随即就凝目向铜筋望去。 只见上面有拇指大点暗红色的东西, 虽年代久远, 却依然清晰可变。 莫芒眼中寒光一闪, 这显然是鲜血一类的印记。 除此以外, 在铜筋的表面, 还有两条深深的划痕, 显然是被刀剑之类的灵气所伤。 不用奇怪, 铜筋虽然可以用来炼制法宝, 但手中的这块, 不过是刚刚挖掘出来的材料。 虽然硬度远胜鲸铁, 却挡不住灵气的锐利。 林轩没有多说什么, 略意愁愁, 继续向前走了。 莫芒将铜筋收好后, 也快速跟上。 以后, 每隔几步的距离, 总是能捡到或大或小的一块金铁, 然而, 上面鲜血和刀剑的划痕却也越来越明显。 好在, 一路上并没有遇见别的危险。 终于, 通道的尽头出现在了面前。 这是一个圆形的洞, 并不算是很宽敞, 仅有十丈方圆, 然而在上面却散落着不少金属矿。 玄铁之母, 千年同经, 灵火玉。 这些可都是炼制法宝的材料啊, 放在外面, 即使有金石想要收购, 也是颇为不易。 此刻, 却这么杂乱无章地散落在那里。 然而, 林轩和莫芒都没有马上动手失去, 而是将目光留在了不远处的两具骇骨上。 由于年代久远, 肉身早已腐坏, 竟有白生生的骨架遗留在那里。 然而这并非什么作画的修饰, 因为两具骇骨还保持着生前斗法的姿势。 林轩默默不语, 过了两久才叹了口气。 看来我们两人并非第一步来到这里。 嗯, 或许以前也有藏宝图泄露出现。 莫芒声音低沉, 眼中却隐隐闪动着异彩。 可惜这两人连妹寻宝最后却落着个互相残杀一同陨落的下场。 林轩冷笑着开口了, 毫不掩饰着嘴角边所流露出来的讥讽之色。 哈哈哈哈, 那么他们也不能同心同德, 我和林轩可就不一样了。 是吗? 林轩看了眼前的妖羞一眼, 这家伙撒谎的技术倒是一流, 脸不红气不喘。 林轩点了点头, 莫兄所言不错, 既如此, 我们就将此的炼器材料平分了。 好, 两人一拍即合, 动手将散落上的材料收集在一起, 然后按照数量与价值, 平分成两份, 各取其一。 林轩粗略估算了一下, 光是自己手中的矿石, 就足够炼制七八件普通法宝石绰绰有余。 这就难怪那两个先来的修士为何和建材起义反目成仇。 毕竟, 这么多宝物, 别说宁丹旗修真者, 就算是原鹰老怪见了, 也会同样眼红。 不过可惜, 那两人太冲动了, 别忘了, 这里是仙矿呢。 眼前的矿石虽然价值不菲, 却也不过是普通炼制法宝的材料。 再往里走, 应该还有其他的重宝。 或许是存了同样的念头, 那莫芒眼中虽然一芒连连闪动, 最终也是克制住了没有出手。 两人一团和气地平分了材料, 至少表面上气氛十分友好。 走吧, 再往里走应该才是仙矿中真正的宝物。 莫芒略带兴奋的香妖。 嗯, 林轩点点头迈出两步, 随即又想起来什么似的, 回头望了一眼身前的骸骨。 林轩, 怎么了? 在下还有一事, 莫芒先去。 林轩淡然地开口, 腰羞眉头一皱, 不过随即就舒展开来。 既如此, 林轩快些, 我在前面等你。 说完, 莫芒也不迟疑, 大步离开了洞口。 前方是一条颇为宽阔的道路, 没有丝毫的灵力波动, 显然不会有尽知陷阱, 这是他愿意先离开的原因之一。 至于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就只有莫芒心中最清楚了。 当然, 林轩留下来, 也是有着自己的打算。 放出神石, 确定要求确实走远以后, 林轩缓步上前, 在驴衣骇骨约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打亮着两个修士所遗留下来的法身, 眼中略露一丝迟疑之色。 少请, 林轩抬起手来, 一道清气从他袖中飞射而出, 鲜石绕着骸骨转了一圈, 然后又在岩洞中搜索一遍, 什么也没有发现。 林轩叹了一口气, 表情平静, 但隐隐也有一些失望之意。 刚才收集材料的时候, 两个修士所遗留下来的法宝自然也不会遗漏。 可惜他和莫芒仔细搜索, 也仅在洞中找到了一个厨袋而已, 里面的东西与矿石一起平分。 然而这里明明有两个修士, 按理还应该有一只除袋才是。 寻之为果, 莫芒并没有太在意, 若是放在外面, 以为宁丹鸡修士的身价固然令人眼馋, 可不要忘了这里是鲜矿了。 和在此的宝物相比, 那除袋的东西就不算什么, 莫芒也不愿意再继续在这耽搁了。 然而林轩不同, 那莫芒虽然是老奸俱华的妖物, 但心机与他相比, 到底还是逊了一筹。 普通宁丹鸡修士的东西, 林轩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可假如对方是一位阵法师呢?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林轩由自己的精力推断。 在鲜矿之中尽致重重, 普通宁丹鸡修士想要走到这里, 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要么像自己这样身居特殊的神通, 要么就是对于正法有一定的了解。 当然,林轩之所以肯定对方精善正法, 还在于前面那狭长的通道。 里面不仅灵气波动异常, 且两旁的壁上还刻着无数的图文符号。 林轩可不认为那是古修士无聊时随意乱化上去的, 十之八九是什么古怪厉害的上古正法。 说实话, 林轩通过的时候心中也是七上八下。 然而一路走来居然没有遇见任何危险, 他嘴上虽然不说, 心中却十分奇怪。 知道看见这两具骸骨才为之释然, 原来已经有前人为他们将禁制破去, 否则即使不被困在这里, 恐怕也会遇见一番麻烦。 而那通道并不像被暴力破坏过的模样, 那么能够温和破去上古禁制的就只有金善子道的正法师了。 第二百九十九章 玄机心得 这个推断并不难, 林轩想办法找到另一个储物袋。 不是为法宝, 也不是为里面可能有的炼器材料, 而是玉铜茧。 在修针界, 正法师可是比炼丹术更加稀有的职业, 而且壁肘自珍, 在仿式中只要有金石, 总还能买到一些粗浅的炼丹术。 但与正法有关的资料却绝无仅有, 最多也就是一些垃圾的正服出售。 对于此道林轩心仪已久, 眼前机会自然不会错过, 可对方的储物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林轩挠了挠头, 眼中闪过一缕异色, 尖头微斗, 浑身黑芒闪过, 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诡异起来了。 这阴阳诀确实妙用无穷。 林轩以手作爪虚空一抓, 一团漆黑如墨的鬼物凭空出现, 将两具修饰的遗骸包裹在其间。 林轩脸上现出凝重之色, 双手掐绝念念有词, 身体周围的阴寒之气飘忽不定。 少醒, 其中一个骷髅头飞了过来, 在林轩面前停下。 更多的黑气从林轩身上冒出, 将那骷髅头包裹, 伴随着犀利的鬼吼, 一缕残魂从那骷髅头的天灵盖中飞了出来。 林轩脸上露出喜色, 屈指一弹, 一道黑色的光带将卷了回来。 此刻林轩施展的是《玄魔真经》中记载的秘法。 不愧是魔道第一人所修炼的神通里面的种种秘术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说, 一般正道的功法虽然也有读取人记忆的搜魂之术, 但也就对活人或者刚刚死去的生灵有用。 而《玄魔真经》中的秘法, 却可以凭借一节骸骨将此人生的一些残存记忆读出。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人有三魂六魄, 死后要坠入幽冥地府, 但总有一缕残魂寄存在生前的躯体上舍不得离开, 此秘术的原理就是将这残魂找出来。 当然, 人死得也不能太久, 如果过了百年, 残魂会自己消散。 林轩看着被鬼物所困住的绿色光点, 仅由指头大小, 明显灵智已失, 但愿还有生前的记忆。 林轩口中念念有词, 放出神识。 伴想, 林轩浑身黑芒一脸, 又变得正气凛然。 那所欲魂魄的记忆虽然残缺不全, 好在找到了玉童简。 林轩转过头看了一眼左侧的山壁, 黑漆漆的, 乃是铁石, 此物与凡间的金铁硬度相似, 对于修真者来说却没有什么用途。 不过林轩从一本书上看到过, 铁石还有屏蔽神石探测的效果, 可惜不是很明显, 故而容易被忽略。 略意沉吟, 林轩虚空一抓, 一只巨大的青色鬼爪狠狠地扎进了铁石里边, 轰隆隆巨像传出, 此物虽硬, 但在林轩的仙术面前, 还有如豆腐, 不一会儿, 山壁就会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林轩将神石探入其中, 少请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意念洞畜, 金色鬼爪裹着衣物飞回来了。 手中握着玉筒, 看了一眼, 由青色鬼爪开辟出来的大洞族有七八丈深, 也不知道当初那阵法师是如何藏进去的, 更不明白对方临死之前这么做又有何意义。 林轩喜滋滋地将神石沉入玉筒简。 玄机心得? 仅仅看了开篇的四个字, 林轩脸上就露出惊讶之色, 难道…… 压抑着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读。 一盏茶以后, 林轩收回了神石, 将玉筒简放入储物袋中, 然后迈步向前走去。 虽然脸上是神色平静一极, 但林轩的心情却是狂喜。 他仅仅看了千余字, 全都是对玉筒简主人身份的介绍, 原本他以为对方只是一位普通的正法师, 哪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玄机散人。 如果放在三十年前, 对于幽州的修仙者, 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幽州正法师中的第一人, 他虽然是散修, 然而却备受幽州各大门派的尊敬, 就算是正道三巨头的互派大阵出了问题, 也是请他修缮改进。 他所制作的阵盘阵级, 更是极端抢手的东西, 此人吃香的程度与灵耀山相比, 也毫不逊色。 正法师本来就是超然的存在。 甚至三巨头的太上长老, 那几位圆英熙老怪物都被玄机散人贫背论交, 由此一点, 则可见到他重视的程度。 通常, 正法师修为都不是很高, 在修真百意中, 此道本就是博大精深文明, 想要精通正法, 修炼的时间自然不多, 然而此人却是天才, 对于正法一道, 能够举一反三。 他也是数千年来, 幽州唯一一位宁丹成功的正法师。 林轩手中的玉童简, 就是玄机散人, 生平所学, 尤其宝贵的是, 里面的每一种阵法, 都有他点评的心得。 这一次算是捡到宝了, 此物的价值丝毫不比, 幽冥含铁逊色。 林轩不动声色, 快步向前走去, 刚才耽搁了那么久, 可不要让莫莽独吞了宝物。 按照地图上的记载, 穿过数条岔路, 林轩来到了一宽广无比的空间。 两旁是陡峭的山壁, 一眼望去, 足有数千丈高, 显得是气势磅礴一击。 而莫莽站在一处山壁的面前, 一动不动, 仿若发呆。 听见脚步声, 莫莽转过了头来。 莫兄, 怎么了? 林轩打亮了眼前的山壁一眼。 这里应该是古修士藏宝的地方之一, 可我却没有办法将它开启。 莫莽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我看看, 林轩走到近前, 果然有一扇巨大的石门挡在前面。 林轩摸了摸, 是又冰又凉, 没有什么异常。 用手使劲一推, 纹丝不动。 林轩歪了歪头, 略意思索, 将手收回, 屈指轻弹, 一道剑气击射而出。 那石门光运一闪, 一层蓝芒浮现, 轻易地将剑气摊开。 林轩皱了皱眉, 不过倒也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重新伸出手来。 呼的一下, 掌心中燃起了淡金色的纯阳丹火。 林轩, 没用的, 你来之前各种方法我都已经试过了, 对这骨盖尽致都没有效果, 也不知道究竟是原鹰姬的骨修士, 还是咱们的妖族化形器的前辈设下来的。 莫莽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低语。 两人虽然各怀鬼胎, 但在寻宝之前还需要通力合作。 这几句话, 林轩还是相信对方, 不过总是要试上一试。 将包裹着丹火的手掌向着石门贴去。 尚未触到那诡异的蓝芒再次出现了。 金蓝两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 林轩只感觉手掌上传来一股距离。 轰的一下将它弹开, 林轩体内灵力流转, 好不容易才将其化解, 眼中流露出一丝骇然。 这东西明显不像是阵法, 倒像是古修士凭借逆天神通所设下来的石门尽致。 更诡异的是过了百万年之久, 依然完好无损地运行着。 倒是可以用蛮力将其破除, 但至少要求宁丹后继的修为才有希望。 即使自己和那妖修联手, 也要花费数月之久。 林轩可不想耽搁, 他不知道田小剑如今的情况究竟如何。 假如挂了倒也罢了, 万一那小子福大命大, 没事回到了这里, 甚至将极恶魔尊带到这里, 到时候别说寻宝, 恐怕连汤都喝不到。 念及至此林轩脸上不由得难看一极。 而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石门的旁边有着一些古怪的小字。 字体不大, 若非心细倒还真不易发觉。 林轩凑了过去。 莫莽一愣, 也面带喜色地围了过来, 不过随即就露出一副茫然之意。 这是什么? 并非我们妖族的文字, 在下不时? 林轩没有开口, 依然仔细辨认, 脸上的表情忽悠忽喜。 怎么? 难道林兄认识? 勉强能认识一二。 林轩淡然地抬起了头。 这是远古时期, 人类很生僻的一种文字。 如今认得的人可以说是万众无一, 然而恰巧, 林轩是林耀山少主, 喜欢博览群书。 其中, 有一些上古流传下来的奇方, 就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 林轩虽不敢说全识, 但也大体读懂了上面所写的东西。 林兄真是奇才啊! 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破解这禁制之法? 很简单, 需要一位画形旗妖族 和一位人类宁丹妻以上修饰的鲜血。 林轩微笑着开口了。 画形旗? 莫芒皱了皱眉。 在下是因为种族特殊的缘故, 凭着三界之身就可以画为人形, 但严格说来并不算真正的画形旗, 不知道可不可以。 莫芒眉头一皱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也不清楚, 但现在又能怎么办呢?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难道还真的去找一画形旗的妖族? 林兄所言不错, 但愿老天爷垂帘吧。 莫芒说道这里道也并不迟疑, 刷的一下右手指甲伸长, 犹如利爪一样, 大骨的鲜血立刻冒了出去。 林兄, 够了吗? 不用这么多, 一滴就够了。 林轩的嘴角露出饥讽之色, 袖袍一幅, 一缕清光将对方的鲜血包裹拉了回来。 啊? 莫芒表情一呆, 连忙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灵符贴在左臂上,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林轩也取了一滴自己的鲜血, 看着眼前的石门满是凝重之色。 第三百章 古修洞斧 一丝一丝的青色灵气从林轩身体溢散而出, 形成一个拳头大小的青色圆球, 将两人的鲜血包裹其中。 林轩双手环抱, 各掐一道见绝, 口中低语着晦色难懂的咒语。 猛然他双目睁远, 盯着眼前的石门, 双手连连挥动, 一道道法觉注入到石门之中。 林轩的脸上也是微露紧张之色, 这些法觉都是他从石门上的鹰头小字中参悟所得, 是否有一定的用心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毕竟那些远古文字, 他也就认识十之七八而已, 其中还是有少许意思, 并不是很清晰。 所谓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刚才的法术只要弄错一点, 都不能顺利解禁, 也是十分正常之事。 就在林轩忐忑不安之际, 石门上突然蓝光大喜, 并闪烁不定起来。 林轩心中大喜, 伸出食指, 冲着身前那包裹着鲜血的青色圆球一点, 口中轻斥, 急。 青芒一闪之后, 那圆球是没入到石门之中, 一阵呜呜的鸣响传入耳朵, 然后那石门上的光照金蓝两色交替不已, 显得是诡异一击。 破! 林轩张开嘴, 一缕细弱油丝的丹火喷吐而出, 而丹火虽细, 颜色却纯正一击, 吃得一声清响, 那光照狂闪几下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轩, 行了! 莫茫的脸上满是喜色。 嗯, 林轩点了点头, 伸出手平放在那石门之上, 略用力伴随着枝鸦声响, 那厚重的石门终于打开了。 一宽广的洞穴出现在眼前, 然而明显不是刚才粗糙的那种, 整个洞穴经过一番精心打磨, 林轩略用神石搜索, 除了这外面的主洞穴外, 还有树间的石屋。 起居室, 炼工房, 藏宝室是应有尽有, 看来这里应该是那些古修, 或者是化形机妖兽所居住的洞穴。 林轩与莫茫自然是欣喜已极, 此处的收获应该十分丰富。 两人开始一见实事, 一见实事地慢慢地搜索。 起初倒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之物, 不过两人一点都不心急, 因为还有藏宝室。 说起这藏宝室与普通的食物也是大不相同, 乃是一玲珑宝塔的形状, 高约七八丈, 灵气逼人, 华梅已急。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这藏宝室本身就是一件古宝。 但也正因为如此, 林轩与莫茫都显得有些愁愁, 虽然此宝的主人早已做古, 但一旦进入这宝塔之中, 实在是难料极凶。 林道友, 不如我们再去别的地方仔细找找, 然后再来研究这些古宝。 莫茫甘笑着提议道, 也好, 林轩点了点头, 于是两人转而走向其他的时事。 在一到石门前又遇见了进制, 不过这倒是容易破除, 进去以后两人都被眼前所惊呆了。 这间石室约有近百平方米, 并不算很大, 然而里边却并排着一清一蓝的两个光照。 青色的光照中, 飞剑、画起、玉牌、古镜, 各种各样的法宝灵气逼人, 足有十几件之多, 让林轩看得悚然动容, 而莫茫更是满脸贪婪之色。 而蓝色光照覆盖范围还要大一些, 里面分别着有十几个玉盒, 盒盖皆是打开的, 里面分别盛放着从鲜矿中开采出来的炼气材料。 万年寒玉, 九天云铁, 雷精之银, 混沌鲜金, 美呀, 在修真界都是大名鼎鼎。 虽然同为炼制法宝的材料, 但千年铜金与它们相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 这些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就算是猿鹰区老怪也不一定拥有。 这一次发了, 然而林轩并没有因为宝物就头脑发热, 他不动声色地用眼角的余光浇了一眼莫玛, 假如对方想要翻脸, 恐怕就会选择现在。 然而对方却一脸坦诚, 林轩眉头微皱没有说什么, 倒是莫莽先开口了。 林轩, 这里面的东西我们评分如何? 评分? 好啊。 林轩淡然地应答。 见到林轩冷静的表情, 莫莽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但很快, 神色就如常地微笑起来。 既如此, 那就由在下先动手破除这光照尽致。 莫兄请便就是。 林轩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站在原地未动, 不管对方究竟是如何打算, 林轩决定已不变, 应万变。 而且不知为何, 那青蓝两色光照看似普通, 但林轩总觉得有些欠妥, 具体是什么呢, 却又看不出来, 由对方先动手那是最好的。 毕竟这些古修士实力之强是远超想象, 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 林轩多少还是会忌惮一些。 莫莽几步上前来到光照的前面, 眼中献出凝重之色, 口中吐出古怪的阴节, 应该是妖族的语言。 林轩眉头一挑, 手已经摸在了橱袋上, 倒不是想与对方翻脸, 而是提防他爆起发难。 不过林轩倒也没什么畏惧, 区区一个三级中阶妖兽而已, 以自己的实力, 灭了他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对方真的是将自己当成普通的宁丹机修士对付, 那可就大错特错。 萨然莫芒紧闭的双目暴征了起来, 手爪上是立芒一闪, 狠狠地向那蓝色光照插了下来。 波的一声轻响, 那蓝色光照晃了几晃, 却并没有破开, 林轩略略有些意外。 手虽然没有从储物袋中放开, 心却骤然松了下来。 原本以为对方刚才那一番做作, 是想使用什么秘术于自己翻脸。 没想到, 他真是一心一意地想要破除光照。 难道自己想多了? 对方真的没有独吞宝物的打算? 至于光照在莫芒准备两酒一击下安然无恙, 林轩倒没什么可奇怪。 禁制中竟然有如此重宝, 肯定非同小可, 如果轻易破许, 反而奇怪了。 心中刚刚转过这个念头, 耳边突然嗡鸣声大起。 轰的一下, 入口处的石门封闭, 然后头顶、脚下以及四臂, 红芒闪烁不已。 一层红色的光照出现, 将整个石屋封闭。 感受到了红色光照所散发出来的古怪气息, 林轩脸色是难看已极,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无数的虚影从脚下以及四周的墙壁冒了出来。 这些是, 林轩神石一扫是骤然色变。